Double Kill 嘿大家好我是尚恩 今天我們帶來是瑟斐斯的戳戳流 從邊頭就可以發現呢 我們的一技能戳戳非常痛 當然呢我們會先組點一技能喔 一等先全二技能呢主要是可以把野怪拉出來 更好親野一點喔 瑟斐斯前期的攻略呢就是穩定親野為主 前面的目標呢是優先上四等喔 四等之後呢有大招 結果你看看敵方有沒有人走位走得太出來 比如敵方現在的射手呢 他們立方一塔太遠的話我們就比較好抓一點喔 如果敵方一直跪在防禦塔下呢 我們過去也白費喔 那打不如呢好的發育 瑟斐斯前期呢還是比較重發育一點喔 中期呢就中抓人 瑟斐斯技能傷害很高 只要我們等級可以領先呢通常打人會很痛 如果在等級領先裝備也領先呢會打人非常痛 基本上出中奧義呢沒什麼好調整喔 奧義呢必有哪個改成刺殺或者精靈 我們呢由於猛攻不夠喔 只有大概七顆 所以我們上來了三顆的暴怒 最後我們終於上四等 本來想來抓這個射手卡芬妮結果他跑掉了 這邊我們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喔 他們的殺人有點兇 看到我們直接轉過來 我們先避開他們喔 這時候卡芬妮在欺負我們的射手喔 我們嘗試過去幫忙 大招快的人卻好 結果竟然發現敵方摩拉 他們摩拉血比較多呢 我們暫時打不贏他們 畢竟前期呢血量非常重要喔 這裡敵方有可能再是魔龍喔 他們摩拉 我們先用輔助給過來幫忙看一看 OK敵方摩拉把魔龍拉掉了 竟然我跟射手都在呢 等魔龍回來 我們準備把魔龍撕掉 但注意呢我們血量相當的殘 敵方拉茲跟莫拉都在附近喔 我們現在去那草叢呢沒有蹲著人 然後準備開始 這時候我們身上有制裁 卡布妮在那邊偷看我們吃龍喔 幸好我們制裁還在喔 順利把龍吃掉喔 然後呢把野怪清清吸點血 喔敵方摩拉相當調皮 這裡我們打算先把藍拿下 比較穩定 這時候我們隊友最好就是不要打架了 你家打也已經殘血了 在單排呢有時候可能發生這種情況喔 我們殘血來吃野怪 然後隊友打架死掉 說欸打野你怎麼沒來 所以這邊呢有個小觀念喔 無路都適用 就是你打架之前呢 先看看小地圖 看看你的隊友在不在 這個薩尼有點兇喔 竟然衝進防禦塔 把他拆起來 最後我們一個帥氣大招呢 成功把他帶走喔 這邊我們暫時有兩個人頭 還是一個小小的逆風局 前期呢我們就比較辛苦一點喔 先把血量拉起來 然後呢對著我們大招冷卻 看能不能抓到我們卡芬妮 卡芬妮歸陣呢我們就回家就好 只是過來刷個存在感喔 如果卡芬妮有看到我呢 應該就不敢推太深 這樣子呢我們射手就可以發育 有時候呢如果你的邊線被壓線呢打輸 我們也可以過去露個臉喔 可以刷個存在感呢 這樣子敵方也不敢太壓 這樣呢我們隊友就可以一個喘息的空間 喔這個薩尼真的很煩 我們先避開他 他前期比較會硬一點 由於前期呢血量非常OP喔 所以他前期很強 這邊我們剩下一點點牙籤血 可是敵方也是追得很深喔 最後呢蘇哥們的詹尼合作 撬死他們的卡芬妮 這邊我們人頭數還是落後一顆 沒關西附的之後我們先把藍拿下 射菲斯來說呢藍Buff挺重要的 射魂劍15%冷卻加藍Buff20% 這樣子我們就有35% 有冷卻時間呢 我們的一技能會變得非常的快 可以用來抽人的同時呢 還可以用來趕路 追到一個殘血的莫拉 抽他一下 喔敵方拉茲叫的瞬移 現在我們本來想要反野呢 可找到這個莫拉的影子 莫拉這裡放了一個失誤喔 他的影子直接露出來 一個一技能大招 成功我們來帶走 之後我們再來反一反敵方的野怪 野怪能反掉就反掉喔 把這個藍眼反掉 等到之後我全丟掉 再開個二技能 這裡一技能 喔最後他開大招逃開了 那沒關係 這邊他已經沒大招了 直接踩普攻二技能 這也是一個基本的萬用連招 就是呢踩下去之後 普攻再接二技能 由於我們先開一技能的關係 所以我們身上還是有強化普攻的 這卡芬妮非常熊喔 直接最近防禦塔 一個制裁人頭拿下 經過一番折騰呢 我們終於反超一顆人頭 然後接著呢把自己的野怪吃一吃 剛剛我們已經把敵方野怪吃得差不多 然後追追這個莫拉 可能隊伍會不會跟上來喔 我們圖倫 先把這個紅吃掉 莫拉待會可能會過來搶 我們只想把他們家兩個野怪都反掉 嗯 沒想到莫拉會直接露出他影子喔 剛剛我們應該是可以把他收掉的 來笑一下薩尼的血量 把他趕回家 薩尼的血量非常非常的殘 喔他這麼殘血還不回家 最後我們圖倫一個大招 帥氣把他帶走 敵方莫拉非常殘血喔 我們不管他了 先把自己叫藍吃一吃 這時候他們卡芬妮呢 偷偷把魔龍吃掉 好 OK 成功帶走藍 這時候呢我們一技能錯了已經非常痛喔 待會滿是全能武器會更加痛一點 這時候敵方剛死掉他在復活之後呢 他們也要喘一口氣喔 我們的撐劑呢把兵線洗乾淨 反正呢敵方加野怪已經被我們洗乾淨了 兵線也帶上來 再跟隊友會合 這一邊 鎖定卡芬妮 大招普攻 二技能抬走 再一普攻 拉茲也帶走 拉茲應該沒想到我們錯人這麼痛喔 而且呢有時候人就應該藍buff 我們技能人卻非常快 注意這個莫拉想幹嘛 喔喔喔喔 他竟然這麼慢回來 那那也就算喔 中路兵線也洗著去 看莫拉沒有再吃野怪 應該是再吃喔 一技能大招普攻 直接秒殺 最後我們再到連招呢 使用一技能之後大招普攻 普攻沒有附到我們一技能的傷害喔 直接秒了剛剛還有六層血量的莫拉 OK這一波抓到敵方的馬洛斯 制裁上去普攻 馬洛斯也帶走 馬洛斯也帶走 然後終於滿足全能武器 以後全能武器呢我們有更好的去戰利喔 還會吸血 這邊上路防禦塔呢交給我們隊友喔 已經拆掉了 先回家把藍吃一吃 我們特別喜歡藍呢也是因為瑟斐斯開始的 這裡要抓後面敵方的卡芬妮 喔有點可惜呢沒人抓到喔 趕緊穿牆逃命 由於有被動的關係呢 瑟斐斯在血量越低的手會變得越硬 而且呢加上狂暴手套 兩千的護盾跟復活甲 我們也不至於在後期的時候呢 瞬間被敵方秒殺 把這龍吃掉 然後 這架紅藍拿一拿 順便吸點血 最後我們去戰利呢已經有明顯的提升了 那就全能之後 全能加上獸痕劍 最後一個莫拉在追我們圖倫 莫拉應該是在這個野怪呢 OK找到 這邊注意喔二技能普攻 直接秒了 感覺他太小怪我們普攻的傷害喔 竟然敢用我們來刷大招 刷被動 這邊我們看我們可以留著這個莎妮 把莎妮帶走 然後觸發我們的護盾 這個拉茲呢有點痛喔 而我們的魔防呢只有我們的魔防鞋 但相信也已經夠用 如果敵方的法師英雄實在太強的話呢 或者他們有一大堆的魔攻英雄 那我們可以考慮呢 把狂暴之手改成仙靈 通常來說呢都不需要喔 狂暴之手已經很好用 別人其狂暴之手有2000的護盾呢 還有20%的吸血 喔這邊有點失誤喔 敵方抓到 我們剩下144牙千血 但這時候呢我們的戰利爾非常應勇喔 就好像鐵達尼號的傑克 把最後一塊木板給了我們 犧牲了他自己 這裡我們必須得說個謝謝喔 給他一個敬意 然後這裡我們看已經沒什麼野怪可以吸血 先回家把血量補起來 待會呢再跟我們隊友一起吃凱撒 吃了凱撒就可以利用凱撒來推塔 上路一個條皮卡芬妮 我們去揮一揮他 這版本的射手呢傷害很高 一普攻喔 他直接殘血喔 剛剛我應該一普攻直接二喔 他就死了 我們的奧義呢有帶三顆暴怒喔 總共有4.8% 帶暴怒的原因呢是因為我們不夠錢買猛攻 所以塞了三顆來代替 如果你覺得這個暴擊很有用的話呢 你可以考慮大一點 可是我是覺得呢 我們大部分傷害都是來自技能輸出 我們的物理傷害 帶穿透的奧義呢 我們所有的技能都可以收益喔 可是如果帶暴怒的話呢 只有我們普攻可以收益 那這邊我們錯錯流Service還有一個優點喔 接著吃凱撒比較快一點 傳統的半塔牛呢會出斧頭跟冰袍 吃龍的速度呢可能就沒那麼快喔 接著我們來準備進攻敵方高地 注意這卡芬妮 我們優先要守聽敵方的輸出英雄喔 後排 來 喔這個莫拉又露出他的影子 直接踩中普攻二技能 先把莫拉收了 然後使他們薩尼 普攻二技能 再戳上去 那沒關係這邊我們中路下路兵線都已經進塔了 那葉菜已經踩了下路 接著他好像要踩中 我們來踩一踩上 把這薩尼勾引了過來 那那樣子我們先來找這個卡芬妮 等我們一技能冷卻 上去踩中他普攻二技能 直接帶走 這邊我們葉菜掛掉了 但是呢他也推掉了兩座防禦桃 中路跟下路高地 團戰中呢我們的功能通常是 抓敵方的後排英雄 比如他們的射手或者法師 或者打野 喔這個飛了 敵方中路呢少人技能還敢打架 先留著這個馬洛斯 可以套點招 他們拉茲也過來了 躲一躲拉茲火球 拉茲呢前面還是比較煩一點喔 他會一直躲來躲去一直丟火球 對上拉茲呢我們也要練好走位喔 好好的扭掉他的技能 這樣子呢他能量很快就沒有了 看這卡芬妮想幹嘛 他已經交了一次位移技能 代表下一波他已經沒有位移喔 自己敵方只剩下卡芬妮一人 直接普攻把他帶走 最後是敵方用主堡 那最後呢順利吹敵方主堡喔 結束三個遊戲 以上呢是我們帶來射斐斯 綽綽留的三者說 主點一技能喔 強化普攻 那最後呢歡迎感謝收看喔 喜歡影片別忘記按讚 訂閱打開鈴鐺 每個禮拜的一三五七呢 晚上八點 我們都會在NOLIVE平台開直播 詳情呢影片說明都有喔 我是尚恩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下部影片見 我們下部影片見 支持我們的節目